中度颱風 杜蘇瑞強度增強 來勢洶洶 金融市長謝國良 25號晚間視察災害應變中心 聽取市府相關單位防台準備 在低蛙液積水地區 以及土石流液發生地區 做好加強的各項準備工作 也請各區公所通知里長 以及我們相關的區公所 各個開口契約的契約廠商 做好相關防台準備 協助執行市政府公告劃定沿海 就是海岸跟港口等19處危險管制區域內 民眾觀浪汐水等 危險活動的勸導舉發及強制撤離工作 不過到目前為止是還沒有勸導的建設 第三點 動員景情區的遠景民防疫警 執行警政系統的災情查報 隨時向本局災害應變小組反應 然後我們向應變中心報告 雖然颱風暴風圈並沒有籠罩北台灣 但市長謝國良要求市政府各單位 要上井發條做好防台準備 我們上任以來第一次的颱風直噴 直噴基隆跟台灣而來 所以我們想我們這一次也算非常的慎重 所以我們今天也跟大家討論了一下 在災情萬一發生雨量增加的時候 可能要因應變的情況 那今天早上氣象預報 基隆大概這一趟的颱風 大概一共會在300毫米左右 當然 颱風也是不小 但是是分佈在兩三天之間 林里之間 他們的水溝啊 一些下水道啊 我們就希望能夠要通暢 那如果有發生這個 激雨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一些淹水 我們在這段時間 其實也跟議員去看過了幾個地方 那我們也討論了萬一臨時在大雨之中 在風雨之中如果有發生雨季的時候 可能的一個緊急處理模式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多做一些準備 此外 颱風來襲 基隆市25號下午出現間歇性的大雨 基隆市議員張浩瀚和許瑞池 一同前往東市抽水站 勘查抽水站 防台準備工作 提醒公共處要保持最高警戒 做出了颱風 畢竟台灣 雖然它的整個路徑有所改變 往南移了一些 但是今天我也特別跟瑞池議員 到我們的一個東岸的一個抽水站 來關心整個抽水站運作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最主要也是希望說 市府能夠在颱風 在海上警報發布的這段期間 能夠還是注意我們基隆市 積淹水的一個現象 那避免我們這個像信武路 或是安蘭橋容易淹水的地方 產生的一個災害 那所以今天特別來到現場 也感謝公共處實際來做一個操作 杜蘇瑞颱風強度持續增強 有機會發展成為強烈颱風 即北北陶晚間八點同步宣布 26日照常上班上課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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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nsive 美